被调动被迫起球,减杀全是潇洒的卸力 直接防范的减杀,能否让你想起他年轻时的模样 大家好,欢迎回到赛事复盘 这里是2014年的亚运会赛场,我是光莹 上期我们说到林丹在第一局的几点 连侃6分实现的不可思议在安逆转 到了第二局两人纷纷的失误 还没有看过小伙伴,赶紧去补个课 那么两人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又发生了怎样激烈的对抗呢 来到剑西后,单甲洞的揭发变节奏 揭杀家里胡一顶打转身 李推大斜线转身想要抓往前误过 单甲洞的停顿,直接侧身抓推 快推正手底线抓过度 往前不起球,李直接主动逼压 最后这一盘角度没有打开 结果被单给卸的挡滚网 单连续输过后,揭发上又动了小心刺 甲洞的推球,让想抓往前的李丢了中心 推正手 在家里挡远网 斜线侧身想抓推 结果老李回方还滚了网 推转身想抓往前 结果被顶了后场 徽定斜线摆脱重复落点身控制 但是又被老李抓 突然批掉变节奏 让站位偏后的丹丢了站位 丹反复利用往前勾对角调动老李的暴动 后场加入杀斜线想要撕开老李的防守 最终老李回缩高质量 第二局比赛结束 这局看下来丹的精力集中度明显是不如老李的 并且大大减慢了速度 减少了提速的次数 更多的想要通过手上动作和球楼上的控制 来打消耗战 来到第三局老李想偷后场 但是被丹给直接拦截 来到了这决胜局 林丹的终于丹与开始重新的集中 不过这画面一转 丹也偷后场 结果老李来了个当场报仇 我说你们两个是真的客气啊 偷后场这种事情还都要还呢吗 都等不及要留到下次的呀 又推正手 李嘉丽抽牙摆脱 单强往不压 反而弹后场 成功让老李丢了中心摆脱 控老李正手抓过多大斜线 这是林丹面对李曾伟 是非常经典的球路 沙上网想停顿弹底线 结果质量不佳又被单抓 又是推正手底线抓过度 在加利达转身 单脚几条拦截转身控制 连贯上网快拨让老李失位 往前轻盾不给李进攻机会 李想低手为停顿偏重心 但是自己要求质量太高 老李防备控正手 直接侧身抓推 单推转身抓过度 像停顿快推 可惜弧度有些低 为李直接起身拦截 再次紧静正手控制突击 连贯上网快拨逼迫起球 结果刚刚突击线断了 单开始快推控制梁底线转身 老李只能打过度 单往前逼压加抓推 但是李防了高质量 直接远离等起高 这回合拿足打的是真的漂亮 断线依旧能够防处高质量反杀 林医的大战 不愧为万丈期待之战 老李在往前加入停顿 想要获胜机会 但单不给 继续再往前停顿降紧 调动单的跑动 但高质量卸力接杀 直接上瘾头顶进飞 这两位老神仙的真的是越老越妖啊 各种震撼的操作是一个接一个 但相互秀起来就真的没谁了 单想抓后场 结果李假动作放网 中场加里逼压 继续推李 正手过顶抓过度 老李开打 单又是漂亮 谢李直接防范 整个第三局上半局来看 单执行控制老李正手底线抓过度 进攻端打得非常积极 中场也是增多了 逼压不给上网 进往端也是想要做更多的争斗 不让老李拿球 来到下半局 老李重新集中注意力 单回挫不想给后场被老李紧定 揭发假动作推底线 滑板变节奏打重心 又加之往前的逼压 纵然是单防守再玩强 也实在是没能阻止老李的连续逼压 来看看这个斩搜质量 老李往前盯得那么死 都没有打到这个球 老李又是假动作推球 但强硬点杀拦截 勾对角 但是老李又停顿平推 成功逼出了单的过渡 加动作推转身 直接抓 老李又确定向他推球 结果单又拦截 单则是继续推正手底线抓过度 单回放结果滚网 一个想扑 一个想拦 拦是真的拦住了 但是两人这派子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往前停顿想抓后场 老李不答应 加里弹转身 往前快拨提前侧身抓退又无过 老李趁机推转身抓过度 在下网的事物中 整场比赛结束 林南在第二局降点利用手法减少自身的消耗 又或老李提出消耗 到了第三局开始重新集中精力拦截推球 使用控正手底线为核心 阻止抓高度的反复控制转身的消耗 到了后面 拿肚子精力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而单这边则是越打越顺 迷你大战的传奇 即便是两人到了而立之年 依旧是在延续成为不朽的神话 好了 这是本期赛事复盘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长按点赞三连支持我一下 如果想观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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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